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全球遥望 我是郭重仑 针对一周国际大事 我们特别邀请了两位媒体人到我们节目上 首先是蓝轩蓝小姐 重仑好 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林少宇先生 重仑好 大家好 我们首先来谈今天清晨发生的西班牙恐攻事件 西班牙加泰隆尼亚地区17号发生两起恐攻 巴塞隆纳市中心的兰布拉大道上 一名凶贤开车冲撞行人 造成至少13人死亡 超过100人受伤 几个小时之后 巴塞隆纳西南方的海岸小镇 又发生了第二起的恐攻 凶贤一样也是开车冲撞的行人 五人随后遭到警方击毙 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宣称犯案 但这不但是欧洲最新一起驾车型的恐攻 也是伊斯兰国第一次在西班牙行凶 请看我们的报道 西班牙第二大城巴塞隆纳的市中心 17号下午4点50分左右 发生凶贤序驿驾车冲撞人群的事件 案发地点位于当地热门景点 兰布拉大道 凶贤驾驶白色乡行车开上徒步区 直直朝着人群冲过去 刻意扩大杀伤规模 尖叫着民众四处逃逸 目前至少13人死亡 超过100人受伤 加泰隆尼亚政府官员指出 由于部分伤者的伤势过重 死亡人数还有可能往上增加 目前驾驶仍然在逃 警方已经逮捕两名涉案嫌犯 几个小时之后 西班牙警方更在巴塞隆纳西南方的 海岸小镇坎布里尔斯 阻止第二起恐攻事件 举报疑似稀有炸弹背心的 凶贤驾车冲撞民众之后 遇上巡逻警力 现场随即强身大作 四名嫌犯遭到击毙 第五人随后伤众不治 连同一名远警在内 一共7人受伤 两起事件发生之前的16号晚上 位于巴塞隆纳西南的 另外一个小镇阿尔卡纳 发生一起民宅爆炸 有关单位17号清理现场 推断是有人组装爆裂物 不慎引起 现场还发现30个瓦斯罐 足以做成两枚 为力强大的汽车炸弹 警方认为这三起事件 都有关联 事后伊斯兰国IS 已经出面玄称犯案 兰布拉大道攻击 不但是最新一级驾车恐攻案 也是首次以西班牙为目标 西班牙总理拉霍伊已经认令 这是伊斯兰圣战分子犯下的恐攻事件 也强调西班牙过去曾经多次发起反恐战争 这一次他们也会打败恐怖分子 我想先请教兰轩 这个事情发生的当然是在今天早上 但是这个让大家想到最近的一年以来 一连串从巴黎伦敦到尼斯 甚至到这个北欧都有发生类似的情况 我们现在知道多少 然后这个事情真的如现在伊斯兰国所宣称的 是由他来组织发动的吗 我想这个是现在所有的人都想问的问题 但是这个答案其实我觉得要花一点时间去追查 而且甚至永远也不见得会有答案 因为伊斯兰永远都宣称是他犯的 尤其是假设这个可能犯下来的一些相关的国家 或者就他的战略来说 他认为就此宣称可以更加加深他自己的一些 他认为可以达到的一些国际宣传效果 或是因此加深他自己的分量的话 我觉得伊斯兰从来不会犹豫去宣称说 他干下了这些被大家指为滔天的 令人发指的这些行径的 所以当他宣称的时候 你手上如果说有些相关的证据 又不是那么确切的时候 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去判定是或不是 我相信在过去这几桩 就你刚刚讲到一年多以来 发生在欧洲这些事件 确实都有发现说 他们跟这一些比较广义的 这些ISIS组织是有一些联系的 或者说他们至少在一些家里面 或者是他们的一些聚处所搜索出来的东西 都发现他们对于他们自己的信仰 跟他们的一些倾向 是因有受到ISIS的一些 不管是煽动也好 或是说受到他们的一些古墓也好 是有一些在精神 或者说在一些信仰上的连结的 那所以目前看起来 确实我觉得 到底西班牙这个事情 是不是同样就是如同ISIS所说的 它也是它的这个组织的扩散性 即便它在伊拉克跟叙利亚 目前看来它的据点 被这个包括以美军为首的 跟俄罗斯为首的这个盟军 打的这个据点越来越小了 它所拥有的土地 看起来面积越来越少 但是它因此所辐射出去的 影响到的 这个就间接所影响到的人 好像越来越多了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 现在所有的看待ISIS 看待恐怖组织 以及反恐的专家觉得最担心的 你说像最近东南亚这个状况 其实它到处 尤其是以菲律宾为据点 那菲律宾这个部分 现在独特地 它也是非常的伤脑筋 我今天还看到了一个 美国的相关的宗教组织 做的一个报告 他们特别讲到说 马来西亚这个地方 他们也发现说 穆斯林他们似乎越来越排他 而且他们的单一宗教性性格 在这个社会里面越来越强 那当然穆斯林绝对不等于 所谓的激进的这些ISIS 但是就说这样子的一个宗教 跟这样一个激进的组织派别 它其实在全世界扩展的 跟它目前所散布的状况 其实是蛮值得担心的 但就欧洲自己本身来看的话 过去你刚刚讲的几个例子 几乎都是西欧 就所谓的欧洲核心国家 但是比较少是属于南欧的 那所以这一次南欧 当然大家会联想到在13年前 实际上西班牙也发生过 类似恐怖攻击也是跟穆斯林有关 但那时候是来自于北非 然后甚至上那个时候 应该比较直地间接跟基地有关 那现在ISIS等于是取基地而代之 那所以这个事件是不是也代表着说 其实西班牙重新成为激进组织的 一个对象 因为过去人来讲的话 南欧其实比较少 来自于北非或来自于中东的一年 落脚在南欧 他们通常就是透过南欧到西欧 就比较是入境南欧 所以没有成为真正的标靶 但是会不会也因为不断地途经南欧 然后也让南欧这个地方 有了一些比较复杂的分子 因此而成为这一次 这样子的一个恐怖攻击的对象 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 其实蛮值得被关注 就是说恐怖组织 它目前扩散的情形 包括在欧洲扩散的情形 以及在包括从中东 扩散到东南欧的情形 我觉得是一个最新的情势的发展 邵宇 那个这一次有一些反恐专家说 其实过去的几次 都是有类似典型的手法 比如说在尼斯的最热闹街上 比如说在伦敦桥 在柏林的耶诞市集 都是人群很密集 那像蓝不拉大道一样 那像这样的事情 你用的工具就随手可得 就是汽车 你不需要特别的训练 造成非常大的伤害 你几乎没有办法防了吗 几乎没有办法防了 第一个是它选择地点 IS在今年年初还是去年年底 它就已经公开 就是扬言说 它要在地中海沿岸的几个重要的 应该想人潮 观光客非常多的城市 去展开恐怖攻击 尼斯是一个 今天巴塞隆纳也是一个 所以未来其他的那些观光客 很多的城市几乎都有 理论上都是它下手的目标 这是一个 第二个是汽车攻击 是最廉价的方法 首先廉价不是说便宜 而是说进行车攻击 开车的人根本不需要受过什么训练 他只要会开车就可以 只要会开车能够把车开到想要开到的方向就可以 所以这个你很难攻击 除非你真的有严密的情报网 有那么严密的资讯 知道某个人进来 就是要有非常高的可能 他是要进行恐怖攻击 而且你也不能把所有的街道变成西人徒步 当然不可能 对啊 就算今天也不可能 因为它总是可以找到人群聚集的地方 那西班牙还有一个问题是它最近 从北非过来的叙利亚难民多了起来 是因为这些人利比亚不让他们进去 他们就必须从摩洛哥那边搭人蛇的船等等 进来以后 它的每一天进来的人数是去年的三倍这么多 所以很多人就说这里面难免或是可能或是一定有掺杂了 这个IS的人进来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很难防范的问题 这个事情我想后面还会继续的让我们了解 还会有更大的一个 比如说现在发现这个阿尔卡纳的地方 有一个民宅爆炸 西班牙警方是说 这一个爆炸案是跟这一个开车撞人是有关联的 关联是什么意思 难道这恐怖分子他们原来是想要车上装了炸药 然后希望能够引起更大的伤亡吗 我们都还不知道 这要看以后的情况才会了解 不过我们有一个相关的情况 我们接下来继续谈 就是我们的世大运 世大运星期六要开幕 那其中有一个很重要 大家一直提醒的就是怎么样防备恐怖攻击 尤其是西班牙发生这个事情 更让我们会提高警觉 我们待会来继续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son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